大家好 我是阿贝 欢迎来到沙雕欢乐的躲猫猫时刻 躲藏方变身成各种物品藏起来 找人方呢 需要通过逻辑判断躲藏方的位置 并开箱将他们淘汰 要是开箱猜错了 会扣血的哦 如果接下来的某一瞬间让你觉得有意思 不妨给本期视频点上一个赞吧 又喜 这局咱们是躲藏方 早早有什么风水宝地检 瞧 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看看这圆圆的天窗 再看看这变身的选项栏 宣判封顶雷啊兄弟们 直接变身掉灯 挂在这天窗上怎么说 呃 挂骗了 诠释技巧 没有感情 这种就属于第一眼看上去很合理 第二眼再看 还是很合理 要稍微思考一下才会发现不对劲 很好 专方来了 诶 呵呵呵 不管是上面还是下面的质检员 完全没有察觉到我是假的耶 这么原厉调的兄弟们给我打几分呢 哼哼哼哼 又来一位 嗯 这个人很谨慎地在排查呀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查到我小阿贝头上吧 我来 阿贝 踩着头下去可还行 就算是合理到把我当踏板呢 嗨 大哥你也别跳了 这里没东西的 那个 大哥听我解释 在如此阴暗的过道装一盏吊灯 照亮前进的道路很合理吧 哎呀 他没有继续盯着我 我就说了 哎我去 现在打我呀 哎呀 问题不大 继续整活 看到前面的垃圾桶没有 玩把骚的 把凳子藏匿在垃圾桶里面 围装成里面的那桶 再来上个灵魂喷漆 看看哪位有缘人会上当受骗 垃圾桶是真的 里面的那桶是假的 没错 这波我在臭氧层 嘿 这么快就有了 不是 这人怎么把子弹全打我这里啊 不要伤其无辜好吧 哟 这很有想法哦 很显然地上的手势分歧 吸引了这位治检员 就连从他身边经过的躲藏坊 也无暇顾及 怎么不想想 这可能是个陷阱呢 你打不到我的啦 bug啊 哎 怎么回事 别打了 别打了 要死了 死了 啊 不是打中我了吗 怎么又走了 我不理解 这局我当找人方 对不住压躲藏坊的兄弟们 找人我可太行人 会抬头加逻辑在线的找人方有多可怕 不必我多说了吧 哦 OK 让我看看你们剩余的小猫咪在哪里 嗯 这边的物品摆放还算合理 头顶上也没有藏人 哦 等等 有当地 这里明明都已经被铁栏封住禁止通行了 你看雪糕童还摆在这里 岂不是天意无缝 可这骗不到被师父呀 拿来帮你 什么 不要跑 我第一个就怀疑你了 为抬头加逻辑在线的专门有多可怕 不必我多说了吧 真他X小丑啊 耶 这局变身的物品居然是个小小的佛像 那必须把优势发挥到极致好吧 在转完房复活点这边 直接跳到车上去 变成车镖 复活主牌汽车 不要九九八 不要八八八 只要八十八呀 开始转了 呦 这大货车在作死的边缘来回试探 毫不夸张地说 这些转完房是一个都没发现我 这叫什么 合情又合理 俗话说得好 不想当剑圣的假CT 不是合格的折磨怪 这局我变成成了假的转完房 这个假的转完房呢 可以偷偷摸摸地在背后 刀了真的转完房 基于他们心理上以及肉体上的折磨 没错 这局我要当剑圣 十本转完房复活点 啊 一个挂机的 一个落单的 没想到那么容易就拿下硬血 快跑快跑 远离阿发现场 又一个落单的 跟上跟上 很好 后面没有人 哇 这个人的防备心非常弱 一路跟随他那么久也不回头看一下 等于你死了 上面又来个早的房 刚才到了系统暴露我位置 他肯定在找我呀 他好像也没反应过来 你好 这个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图摸不轨 那一不做二不休 啊 这还没死 诶 我绕 诶 我绕 我绕 说嘎 我很确定这个人没血了 他不敢开枪啊 开枪打空了要死掉了 你已经死了 关你嘛 诶 终究还是自己把自己秀死了 什么说 利用人的弱点 啊 什么CT不抬头 诶 那我在花坛里装雕像 我可太熟了 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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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我说什么来着 嗯 胜利来得如此简单 有些很离谱的东西别人就是不会发现你的 兄弟们 从未见过如此离谱的躲藏房 跳在质检员的头上给他加冕皇冠 没错 头上的番权正是在想 我好像把质检员给困住了 他动不了 完了 来人了 快跑 哎呀 这局变成了倒地的上员 像这种当要放在床上或者单架上吗 但好像这个地图没有这种东西啊 不过没有关系 机智的阿贝早已想到破局的办法 来 直接跳到这只小破船上 拉扎拉扎掉水里面 没事 再跳一次 怎么说 有个倒地的上员在小船上等待救援 这很合理吗 哟 来人了 有个质检员看了我眼又走掉了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大老远的跑来找完坊附近 看来还是很值得的嘛 嗯 这些人都没发现小船上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很不对劲 这天线宝宝 哦 别啊 嘿嘿 别打中我 最后求点赞 求关注哦 我是小贝游戏师呢 我们评论区见